现在比 比分打成了10比6 局数是2比1 老将王楠在科威特公开赛当中的女单半决赛是0比4负义了张一宁 那么这次比赛他再度和张一宁在半决赛当中相遇 好球 现在局数是2比1王楠领先 比分是11比7 现在双方在前4局就打成了2平 林志刚 这是可以说是一对老对手 从我想从45届开始吧 45届99年开始 张一宁和王楠已经 这个打了近10年了将近 他们交手的次数非常多 打这样的比赛 你觉得是不是每一次之前还是要从战术上心理上重新的来看待对手 重新的来调整一些技术 对因为本身同一个队打的吧打的次数有多对双方都比较了解 应该是从一个心态也好啊从一个就是说技术的变化来说呢一定要做一个新的调整 要无缘的话每次都一样的话 这种就很快就适应而且及时会做做出一些相应的措施 对 其实啊打这种比赛是最累的打的越多对方对你的这个 线路啊什么风的越死 所以更需要你需要实力来赢得比赛 好球 网南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说他现在啊他把速度整个加快了很多 对比原来要快了 对快多了而且他往凶很方便去发展 网南以前的这个球路和风格是以稳为主或者稳中有点凶也不是特别凶 对他不是说稳中有凶他稳中有点凶有点进攻 但现在是以凶以速度为主 这也是能够跟上乒乓球发展的呃这样一个趋势 好球连续正手 网南和嘉宁的比赛是回合最多的赛事之一 都好 这次卡巴尔公开赛 女子单打方面 李小霞 世界排名第二的李小霞是2比4 赋予了小将李诗文 那么郭月呢 是赋予了中国香港的江华军 比分是1比4 林志刚现在王楠不仅在正手为凶 反手也凶 确实是比以前就是说 全面性的都加快速度了 张一宁呢 现在还是中国女队的定海神针 在广州士兵赛 中国女队决赛当中 郭月先赴一场的情况下 张一宁呢 能够力挽狂澜 连续拿这个两场的比赛 这也是很不容易 确实 也是一个经得住这个考验的运动员 确实经过大赛的磨练 现在这个人呢 这容易进步 尤其是参加一个世界杯啊 世界锦标赛啊 亚运会奥运会啊 3比6 现在王楠呢 有点过凶了 像刚才这个反手的发力斜线 位置不是很好 王楠呢 也是稍稍有些盲目的去发力 7比3 2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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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对于中国这两名就是说 顶尖的运动员来说 在那么多赛事 情况下 还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 确实也不容易 对 好球 王楠正手连续进攻 最后是出界了 王楠的线路很刁钻 侧身撇斜线 反手压直线 底线长球 张一宁呢 在第五局当中啊就取得了胜利 双方在前五局打成了3比2 林志刚有时候在这种国际比赛当中啊 你比如说像卡塔尔也好 科威特欧洲也好 他的整个观众的群体 就是不如咱们中国 就是咱们中国可能有很多的这个观众也好 或者现场的观众来关注这个比赛 比如说像广州视频赛 就有一万多人在关注这个在现场来看比赛 那么我们运动员在卡塔尔像科威特 很多地方没有这样一个观众所制造的气氛 你觉得作为一个运动员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怎么去调节 有时候感觉还是挺尴尬的 我觉得作为运动员来说吧 最重要是一切以比赛为主 我不管外面就是说的观众啊 支持我 还是支持我的对手 都不要去管 也不管他有多少人 我走身的我要集中精力先把这场比赛先打好 是的 张爱宁在第五局拿下比赛之后 第六局的开局 现在王楠还是在坚持着自己的凶狠的风格 等于现在王楠是一个完全进攻性的选手 来搏杀张爱宁 看张爱宁有什么应对办法 三大 有什么应对 三大 这球非常可惜 王楠没有拉上 那这个球 王楠打的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球 推到中远台 一看被动之后呢 反手呢 没有使打力量 而是轻拖了一把 这就是变化 有时候未必就是又转 又快的球就是好球 主要是看你在什么时候来使用 刚才王楠使用了一个不转的 反手位的进攻 就很有效果 5-1 好球 王楠把乒乓球已经简化了 打得非常简单 大家来看一下 一般运动员都很注意 转腰拉手 腿要蹲低点 然后这个手部的动作要做到哪 现在王楠已经把这个乒乓球 简化到就这么简单的一下 非常简单 腰都不用动 对 林正恩你有没有发现 有时候动作越夸张 做得越大 包括我们很多球迷朋友喜欢打球的 这个动作做得很大 实际上并不是代表他的这个水平有多高 而是说他的动作是否正确还是个问号 看王楠这个动作很简单 这实际这是最重要的 腰也不用动 这就是基本功实力 很难越是用这种简洁的办法 可能 更能够立竿见影 好球 又打成基本功多回合 本身这两个中国的顶件运动员都是水平比较接近 所以说谁赢谁我觉得都非常正常 对很正常的一件事 这个犹豫双方的实力 比较接近 所以他们来回确实比一般的比赛要打得多 对 好球 现在8比4 王楠领先4分 4-9 11 3-4 5-9 臨碎 现在双方打成了10比6 王南还是大比分领先 在前面呢是8比1领先 现在打成10比6 拉中间 好的这样双方在前六局就打成了三平 林志刚我觉得这局 其实王南所能够赢下比赛 还是在这个比赛的进程过程当中啊 有比较大的改变 就是说他用一种最简单 甚至说这种方式可能令张英宁都没想到 就是把一切的环节都简单化了 确实是这样 原来我记得看过他们俩打的比赛的时候呢 虽然两根实力就比较接近 好像看上去张英宁稍微略上风一点 形成相识的情况下 对 但是现在看上去好像是 哎 倒过来了 王南稍微看上去 略占上风一点 而且呢从速度啊 主要是自己局才上风 对 从线路上啊 他他稍微占一点优势 看看第七局到底怎么样就不好说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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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王南 王南现在一个他这个用简单性的方式 他没有转要转的那么大 这个动作做的那么大 一切以简洁简短的方式来对比赛 这样对他的体力也有好处 因为他没有那么吃力打打起来 非常漂亮的来回大 几乎各个都没 至少有三四个来回以上 三了 现在到了第七局 也是双方争夺最激烈的一局 因为在前六局当中啊 大家都可以有点闪失 有点起伏 有点这个发挥的空间 好一点 坏一点 差一点 那么到了第七局 大家就没有退路了 的确我们看出这王南啊 在体力上消耗很大 王南在整个中国平方球队去参加这个公开赛的人员当中啊 是最累的一位选手 他和王立琴在世平赛之后参加预选赛 他比王立琴还要多打一场 对 因为他输了一场这个韩国的选手唐纳旭 之后呢 又多打了一场这个中国香港的张瑞 现在双方交换场地5比2 詹宁领先三分 这是双方的决胜局 第七局 好球 王南再发力 非常漂亮 这个王南已经打到这个份上了 就没有什么战术了 主要还是一个下意识的这种连贯 就你的你的这个思路和你的出手啊 已经融为一体了 不需要再去考虑 排手就来 好球 第三版第四版第五版 哎呀 太可惜了 几块球了丢了 这个球我觉得张亦宁一个是太能防了 铁防 第二个是王南呢 他也已经尽力了这球 人已经站起来了 就是说重心我们来看 重心一旦站起来就很难进攻 林志刚这点你肯定特有感受 确实是这样 现在比分打成了4比6 6比4 来 总的来说这前半局吧 可能还是 王南从 相识当中吧 虽然说站点上风 站点他的无畏失误要比张亦宁要多 对 尤其是机会球的把握 对 刚才已经连续拉丢两个机会球 7比4 这边 他进攻了我就要直接得分的 有这样一种欲望 要有威胁性 谢谢 连续4个正手失误了 对一个30岁的老将来说 这每一场就打完 全身肯定又酸又疼 恢复起来的确困难 不如年轻全身 确实不容易 好球 这种发力就比较有威胁了 王南一个是在进攻方面 他提高了这个节奏 抢这个点抢的比较好 就打高点 拉高点 如果他前面丢了那个4个球 有两个球打中 现在比分应该是到5了 对 好球 这是一个角度落点很大的进攻 滑板 8比7 现在张一宁呢 在第七局还领先一分 就是起风敌手了 8比8了 好球 好球继续进攻 第二板 非常漂亮 老将王南呢 是在决胜局第七局的比赛当中呢 2比5落后 交换场地之后 一直没有放弃进攻 还是靠正手凌厉的弧圈球和落点角度的变化来得分的 现在9比8 8中间 张一宁防住 还是防 哎呀 防了一个擦边 运气 来啦 这球 这球其实张一宁的尖啊 已经架起来了 双方打成9平 往往有可能就是这么一个球就决定的胜伏 上 这个球是张一宁偷了一个底线长球 王南呢 呃 其实已经算好了 侧身拉这把底线长球 但是球出界了 想法是好的 好球 最后呢 张一宁是两分的优势 战胜了王南 晋级到了 决赛 啊 他将和郭艳来争夺 呃 卡塔尔公开赛的女子单打的关亚军 稍后呢 请您继续收看体育新闻 这一时段的转播为您介绍到这 晚上8点 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 卡塔尔公开赛的 四场 决赛 请不吝点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赛